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蛇的色 蛇色里边呢 淡红蛇 淡白蛇 还有啥呢 红蛇 降蛇 青子蛇 就是我们讲到的望蛇的蛇色 望蛇的蛇形 所谓的蛇形呢 就是讲到的望蛇的它的形态 所以望的蛇的蛇形的话呢 我们这里边跟大家讲的有 老蛇嫩蛇 胖蛇 瘦蛇 点刺蛇 就是也叫着盲刺蛇 以及呢 还讲了有裂纹蛇 死痕蛇 这是我们讲的望蛇的蛇形 再下来呢 蛇形以后就望蛇态 蛇态呢 就是指的它的动态的情况 有微软蛇 有强硬蛇 有歪斜蛇 硬的 歪的 还有长得的 还啥呢 颤动的 叫着颤抖蛇 颤抖蛇呢 我再强调一下 你要考虑到它有中风 甚至还有出现了土弄蛇 以及有舌头短的短缩蛇 这是我们看蛇的蛇质 下面呢 我们来已经讨论过了望蛇胎 蛇胎呢 我们已经学了望蛇胎的胎质 胎质里边呢 有什么呢 有厚薄蛇 有润造蛇 还有啥呢 滑逆蛇 有滑蛇 望蛇胎 有薄白胎 薄胎厚胎 有润胎 造胎 有逆胎 辅胎 甚至还讲到了有薄脱胎 有偏全胎 以及呢 有这个真假胎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望蛇的蛇胎的胎色 蛇胎的 也可以就是理解为蛇胎的颜色 那么望蛇胎的这个颜色 蛇胎的颜色里边 正常的蛇胎呢 我们说是个啥胎呢 有的时候可以出现在这个白胎 就是蛇胎的胎色里边呢 首先呢 我们说看一下白胎 就是说这个蛇胎啊 蛇胎我们前面讲过 蛇胎是咋形成的呢 是由胎里边的胃气 蒸发胃中的骨气和它的一些食物啊 向上蒸发所形成的一种胎状的 胎状的物质 我们把它叫做蛇胎 而正常的呢 也可以说成是一个白胎 但是这个白胎呢 白胎里边呢 它有后脖之分 注意一下 比如说有白胎 有薄白胎 那你还要和它的这个胎质还要结合起来 薄白胎 薄白胎大家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正常的蛇胎是啥呢 蛋红蛇六个字嘛 蛋红蛇薄白胎嘛 所以说这个薄白胎呢 一般的来说的话呢 我们大多数是主的是表症 或者说表症里面是一种轻症 或者说呢 是一种表寒症 但是还可以见到胎白而后 就是叫薄白胎 还可以出现胎是白的 但是是一个啥呢 后胎 前面我们讲了蛇胎的后 后是主的是啥呢 后是主的是理症 白是主要是见于啥症呢 白胎的话呢 一般的来说呢 是主表症 我们再来看一下 白胎呀 是可以见到健康人 刚才我说到健康人也可以见到有表症 在性质上还可以见到有寒症 如果说薄白胎 那么白胎呢也可以这个寒呢 是见到寒症 也就是说可以见到理寒症了 实际上可以见到有理寒症的表现 甚至我们说呢 薄白呢 刚才说薄白而后 如果说呢 胎薄白而润 薄白啊 薄白胎 如果说出现了薄白而润胎 那也就是说 胎也是健康人 刚才说薄白胎呢 是表症了 另外呢 我们说再出现薄白 那么薄白而干 它也出现了一些和薄胎要结合起来 薄白而且是干的 那是说明是啥呢 经验不足 像比如说像秋季 在秋季的时候呢 说往往都导致的胎是一种薄白而干的这个现象 大家可以看得出 我们讲到一个胎的颜色呢 你还和胎质 和胎质要结合起来 有薄白而润呢 甚至还可以出现薄白而滑的 薄白而滑呢 说明它有水势内庭 有建议一些水势内庭 而我们前面不是讲的滑胎 滑胎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水势内庭嘛 所以说薄白的话也可以出现水势内庭的这个现象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说讲到的这个厚胎 如果说呢 蛇胎胎白而厚膩 注意一下 胎白不但白了 而且厚的厚的和膩它又结合起来 堆如鸡粉 就是甚至呢出现了一些堆如鸡粉 门子不造 称之为这个鸡粉胎 就在临床我们还可以碰到一个鸡 像一个堆积的一种粉 不是像豆腐杂样的 这个鸡粉胎啊 这个表现出来一个啥情况呢 这是表现出来的一种瘟移的病 像一些瘟移啊或者说内庸 就鸡粉胎它代表了出现了一些瘟移 或者说呢也可以见到我们体内中的 发生的内庸的情况 刚才我跟大家已经 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讲的是啥呢 像拥有内庸和外庸之分 内庸里边发生的具体的脏腑的不一样 有肺庸和长庸之分 如果说呢像一些讲到的蓝尾炎呀 肺浓氧呀 你看一下它的舌胎呢 是不是胎如鸡粉的状态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胎 也可以看到的胎白啊 胎白的耳燥裂 就舌胎白看的很燥裂 那么你这时候呢就粗糙的如沙石一样 粗糙的跟沙石一样 提示呢是燥热伤筋 就是如果说胎白耳操的话呢 那是说明经验损伤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白胎了 再下来我们可以见到有黄胎 可以见到正常的是我们说讲到薄薄的薄白胎 如果说出现了黄胎 黄胎呢根据它的颜色的深重 我们把这个黄胎分着有有淡黄的 甚至我们说呢还可以出现有啥呢 有淡黄的有深黄的 甚至还有 就是根据它的黄的程度的不同 颜色的深重的不同 在黄胎里边 注意下又分着有淡黄深黄和焦黄脂分 那么这些它的分布呢不管是哪一种黄 它肯定见到的病症啊 黄胎它主的症 主的是啥症 热症 和理症 我们刚才在这讲到的白胎主的是 可以见到健康人是薄白胎 也可以表症表症里边可以见到啥呢 表寒症 如果说是黄胎的话肯定见到的是热症 或者说是啥呢 这个理症 那么有淡黄 深黄和焦黄 这是说明它热的程度不一样 热的程度呢越来越重 就是轻的是淡黄 重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个深黄 更重的话 那就出现了这个焦黄症 就是焦黄的现象 而且黄胎啊 它往往的和什么同时并见呢 注意一下黄胎它与蛇 蛇至死红匠 和蛇至红匠同时并见的 那你说见到的蛇 胎是黄的 它的蛇至死红匠 注意一下蛇至死红匠 蛇至红匠又是主啥症呢 主热症 多见一些热症 这是我们谈到了这个黄胎 至于黄胎呢 它如果说在临床上我们说 它有白胎有转变为黄胎 你这是说它有表症转换为啥呢 理症 也可以说入里化热了 叫做入里化热 我昨天看它的蛇胎是白胎 今儿早上起来咋看它 它是一个黄胎了 那么黄胎说明它表现的 已经开始入里了 入里化热 还可以见到有啥呢 见到有 如果说呢 蛇之淡 蛇淡黄 蛇是淡黄的 而且呢又是一种滑润的 我们讲到的有滑润胎 或者说有润滑胎 那么把它称之为有黄滑胎 还有出现 黄滑胎是蛇胎是黄的 蛇的颜色是黄的 蛇之上是啥呢 滑胎 我们前面讲过有滑胎 滑胎是讲的 蛇头生出来 水分较多 精液较足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 我们大多数是见于啥呢 滑胎 滑胎 居酒化热 这是我可以见到的 滑胎 聚酒化热 就是育儿化热 也可以见到有气血不足呀 或者说有覆盖 湿热邪度之前 就是出现了这个胎 胎是淡黄的 又出现了这个滑润胎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黄滑胎 黄滑胎是主的是寒湿 可以 就是除了见到胎影 实际上我们最多见到的是啥呢 寒湿的现象 寒湿胎 寒湿现象也可以见到有黄滑胎的 如果说呢 胎黄 蛇胎是黄呢 胎黄又干燥 你看这是黄滑胎 胎黄又干燥的话 我们把它这种情况下呢 又称之为黄糟胎 蛇胎是黄 而且是干燥 干燥以后呢 说明了是经验的这个损伤 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的来说的话 我们主要的是这见到有湿肉 有黄糟胎 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见到有黄瓣胎 跟那豆瓣酱一样 有黄瓣胎 一半一半的 有黄瓣胎 以及呢 我们在临床还可以见到啥呢 可以见到焦黄的 刚才我说焦黄胎 这些呢都是由于黄胎啊 就是讲到黄胎 它伴随着这个胎的胎质的不同 叫做胎质的不同呢 可以显示出这个不同的症状 总的来说 都是和热有关 都是和它呢 和经验的损伤有关 另外的话呢 我们再看这个舌头胎黄 看胎黄的部位 如果说是舌尖 舌尖黄 舌尖的胎黄 那说明是谁的热呢 心肺有热 如果说舌边边黄 舌边黄 那是属于谁呢 属于肝胆 肝胆有热 如果说是舌的中间黄 舌中黄 那是属于脾胃 如果说是舌的根 那是属于下胶 所以说呢 你看那个刚才我们在这里讲到 这个黄胎 黄胎的颜色的不同 还有讲到黄胎所发生的部位的不同 甚至我们说呢 黄胎呢它所加有一些舌胎的胎质的不同 显示出不同的情况 这表现出不同的情况 这是我们谈到了这个黄胎 总而言之啊 有这么一句话 黄胎是主着上的热症 记住这话 你其他的能说 老师你讲的这么多 我们也记不住 但是你记住一句话 黄胎是属于上的这个热症 或者说这个理症 第三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见到的灰胎 叫它是灰 黑胎 所谓的灰胎的话呢 实际上是灰胎啊 相对黑胎来说颜色要浅 黑胎相对于灰胎来说的话呢 要重一点 它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就是 颜色是浅黑的 浅黑的 那叫做灰胎 颜色是啥呢 深灰色的 我们把它叫做黑胎 所以说把它两者情况 往往的同时结合起来叫灰黑胎 也就是说灰胎和黑胎的颜色 是深浅有别 那么所以说合成为灰黑胎 灰黑胎呢 主要的它看它分布的这个部位 如果说我们前面讲过的 那个人字结构的附近 这块比较黑的话 还是靠近它的舌尖出现的黑 那么靠近月道舌尖 灰黑 就是舌根要重 舌尖的要轻 那么由根部向舌尖过渡的时候 颜色越来越浅 主要是以后面色要重为主的 所以灰黑胎呢 它由谁发展来的呢 它是由白胎 黄胎进一步发展成为灰黑胎 它是由这来的 当然我们说也有人说那我吃个梅子 现在吃一个梅子 舌尖是啥呢 黑的 有人吃个梅子 说舌尖那是染 染色胎那是另外的特殊的情况 在临床它的真正的含义指的是啥病呢 一个是指的是阴寒内胜 就是灰黑胎我们能够见到的病 是阴寒内胜 也就是它是由寒症 刚才我说它是由白胎也可以发展来 白胎是主寒症 那么阴寒内胜 第二种情况 我们说有黄胎发展来的 如果说有黄胎发展来的话 那是里热直胜 里热直胜 你看我刚才在这写的 灰黑胎是由白胎和黄胎发展 如果说有白胎发展来的 大多数是因为啥呢 阴寒内胜 如果说是以黄胎发展来的 是里热直胜 所以白胎可以导致灰黑胎 黄胎也可以导致灰黑 如果说黄胎发展成灰黑胎 那是里热直胜 如果说白胎进一步发展成 灰黑胎是说明阴寒内胜而导致的 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 灰黑胎你还要排除 它是不是这个染蛇 所以灰黑胎呢 如果说是在热性病 像比如说外感发烧 我们在讲医学发展史的时候讲到 你是微信医学辩证 是外感热性病导致的 那么也可以见到 既可以在外感热性病中可以见到 也可以在寒湿病中可以见到 不论是它的寒和热 不管是寒 你看我们这 这实际上是一个寒嘛 寒湿嘛 这实际上是一个啥呢 里热 不管它是寒湿 都是显示了一个啥呢 显示的是一个重病 相对来说在病情上呢 要比较重一点 比白胎和黄胎的相对来说 病情上呢都是比较重的一种 这个表现了 这是我们讲到了灰黑胎 所以灰黑胎呢它的这个发展呢 还要看它具体的发展的一些情况 但是这些情况呢 我们将在临床呢 逐渐的这个来进行一些积累一下 这是关于旺蛇胎的胎色 我们注意胎色有三种颜色 一个是白胎黄胎 第三种情况呢是灰黑胎 那么我们说看完蛇质 大家记住看完蛇质看蛇胎 看完蛇胎看啥呢 看蛇像落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往蛇像落脉 我们往蛇像落脉 所谓的往蛇像落脉 这个呢我们现在在临床用的 也确实比较多 就是看完蛇头以后 往往的病人说 哎呀你把蛇头翘起来 蛇头翘起来 还真的有的病人啊 在翘蛇的时候他真不会翘 他不知道咋翘 说你蛇头卷起来 他就给你这样子卷了 说你蛇头翘起来 他给你这样子翘 你总是弄不了 所以我要在这里正确的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表演 就是怎么来看蛇下的落脉呢 蛇头先伸 伸完以后呢 舌尖向前顶到你的上额 舌尖顶到上额 这样子以后嘴张开能够看到啥呢 这样子就能看到蛇下的落脉 就很自然 所以说这个看蛇下落脉 真的有人不太好看 作为我们来说的话 要给他被检查的人呢 要交代清楚 舌头首先的是很自然的伸出来 然后呢 舌尖向上挑 挑到以后点到呢 上额 这样子就能看到 那么我们首先来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舌尖落脉 所谓的舌尖落脉 就是我们讲到的舌细带的旁边 它各有一条 就是有两条 这不是舌细带吗 你看有的那舌细带呢 过于这个长得靠前 那么有的人说话呢 就不太流利 所以像有一些老人呀 看小孩一出生以后 看那个舌头的舌细带呢 长和短 如果说呢 长得太靠前了 拿茧子给它一搅就行 这是咱们的这个民间中的老百姓 过去人这样子用 如果说呢 我们说现在作为家长来说 碰见那个小孩的舌细带 生下来小孩的小细带 那茧子一消毒以后 一条小孩的有一条大的落脉 舌头卷起来 舌的旁边有两条 各有一侧的一条大的落脉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舌下落脉 这个舌下落脉呢 它的管径的长短呢 不超过 大家记一下 不超过2.7毫米 就是长得比较短短的 不长 就是很短的 而且呢 就是它的 就我们说它的宽度了 它的长度到底有多 而宽度是2.7毫米 长度究竟长到多长 那么长度呢 这就和它的这个舌体的 有密切的关系了 长度呢 不能超到舌尖下的肉腑连线 就是舌腑下的肉体连线 不能超过三分之二 记住这 一个是不超过三分之二 长度不超过三分之二 就是舌下落脉 那么谁的三分之二呢 就是说到它的舌尖 到它的舌下的肉腑 我们在讲舌头的时候 舌下肉腑旁边有两个啥呢 有两个线体的开口 叫做金金和玉叶 在那个不要超过它三分之二 而它的管径呢 不要超过2.7毫米 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正常的舌下落脉 但是我们现在在临床呢 比较流行的看这个舌下落脉 主要看啥呢 看到有没有舌下落脉的曲张 你看有人说 把舌头伸出来以后 舌下呢跟两条蚯蚓一样 在那堆积着 就是看它有没有怒章 看那颜色的情况 看那长短 看它的这个粗细 来断定它的判断 也可以说帮助我们来判断 它的病情的情况 舌下落脉的 它真正的临床意义是啥呢 虽然说主要的是反映了一个血液循环 像我们说舌下落脉 主要的是反映出 舌下的这个血流的循环状态 尤其是哪一种血流的循环状态 你像那瘀血的病 瘀血的病 舌下的静脉呢 我们讲到舌下静脉曲张 如果说像贫血的病 像血虚的病 那么这个血管就相对来说呢 颜色就淡 就是说到了 为啥说它这些这些情况呢 就是正常的舌下没有分子的 还要强调一点 它没有分子 如果有了分子 说颜色是青紫的 降紫的 紫的 紫黑的 舌下小的落脉呢 形成网络状 实际上这些等等等等啊 都是反映了一个血液 刚才我说的那些现象 都是一种血液的状况 那么我们看到了 舌下静脉有曲张 这时候 你判断它是血液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干啥呢 活血 你想比如说 有些高血压的病人 有糖尿病的一些病人 凡是我们在临床出现的血液循环不好的 像复刻的有子宫肌肉的病人 体内有肿瘤的病人 你这时候赶快看一下它的啥呢 舌下的落脉 有没有血液的现象 因为啥呢 因为舌下的落脉的变化 舌下落脉的变化 记住这话 舌下的落脉的变化 早于啥呢 早于舌色 而比舌的颜色呢 还要早 所以说呢 我们中医在强调的是 胃病先防 疾病防便 要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您说你测试它体内有没有淤血情况 我们把舌下落脉看一下 主要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舌下落脉 是反映了一个气血运行的状况 更重要的一个依据 就是我刚才说 淤血的病人 那往往的出现呢 舌下落脉是异常现象 这为我们采用活血花鱼药 提供的依据 这是关于舌下的落脉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所以我们这一节课呢 讲了一个舌苔的颜色 和讲了一个啥呢 讲了一个舌下的落脉 看一下舌下的落脉 这两项内容 再来总结一下呢 舌苔的颜色有白胎 白胎一般来说 主表症主寒症 那么有黄胎 黄胎主理症主热症 灰黑胎是由白胎和黄胎发展来的 主要的可以见到有 阴寒内胜和理热直胜 这两种情况 那我们再检练一下 往舌下落脉反映的血流情况 如果说出现了血瘀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舌下落脉曲张 给我们为医血的诊弹提供了一个依据 所以说治疗的时候要活血化瘀 这一些课的内容 我们这就讲到这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